这部长讲说有多少拿多少 这个好像有一点是 听起来有一点失舍的味道 有点不舒服 而且另外它背后的含义就是说 你不拿也算了 那么我们就回来看财政预算案 什么叫财政预算 财政预算案 当然大家每年追财政预算案的都知道 就两大块 一个叫做行政开支 一个叫发展开支 行政开支就是发给这种 这个薪水这类的 差不多固定的 发展开支就是作为一个 新的发展项目来开创新的等等 那财政预算案本来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个别的这个项目 或者个别的部门 有这样的一个拨款 也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准备 当他说财政预算案里面有五千万 是要准备给划小 当然包括其他学校的这个拨款的数额 那意味着呢 政府在这方面是有钱准备的 甚至大家也知道 财政预算案到每一次中期检讨的时候 有一些项目还要追加 就原来的预算到后来发现到不够 要追加 追加就等于是说大概有一些落差 这个落差不太大的话 还可以补充 可能有的是没有用到比预算的那么多 可能比预算少一点 我想一般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说到毫无着落 或者是说 不懂去哪里 没有一个数字的 笼统的告诉你说 有多少拿多少 那如果这个有多少 只是五千万的一半呢 三分一呢 甚至五千万的十八仙呢 那我觉得这样的提法 对不起 这个是很不负责任的 也很不专业 很不专业的一个提法 所以如果这个财政预算案里面说明了 那最后告诉大家说 没有这笔拨款 或者没有这个数字 那等于是开一张空投支票 那你岂不是蒙骗那个国会议员吗 因为财政预算案要在国会通过的 要给议员们我们尊贵的 222位议员 那么来讨论 来辩论 就是说这样的财政安排 合理不合理 说国防多少 这个教育多少 这样的安排合理不合理 或者弄得更细 那每一个项目的拨款 合理不合理 然后他们辩论到一轮之后 通过了 你忽然间跑出来说 抱歉 原来是没有的 那仅仅仅仅考 这个太儿戏了嘛 怎么可能 真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如果真的这样的处理 它就涉及到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政府的诚信问题 就是说你预算列了 结果你没有跟 没有兑现 没有兑现 当然可能我们希望多两天 圣诞节的时候 有好消息宣布说 纯属一场误会 其实五千万 老少就在那边了 那还有几天的时间 可以补救一下下 我们希望这个圣诞老人 在当天有好的宣布 但实际上如果到今天为止 这样的一个处理 第一个是诚信的问题 第二个是财务管理的问题 也就是说钱到底用到哪里去了 也让我们会联想说 其他部门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那变成以后 大家对财政预算案的 这个关注跟讨论 可能还要问一句 就是说你预算这个数额 到时会不会给 而且是什么时候你会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不专业的一个做法 真的很不专业 我根据那个报导 我看到他们说 其实那些华小在九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追这笔钱了 九月份 然后一直追追追追到 这个2016年还剩下几天的时候 然后竟然发生这个事情 有多少就拿多少 是 我们今天 今年是2016年嘛 对 我们一直朗朗上口 挂在嘴边 2020年我们是先进国 先进国 不过看起来 今天既离先进国 我不晓得 我们的行政模式 好像 好像没有到这个阶段 而且我们的管理方面 也好像没有很理想 还没有达到一个 让人家感觉到 良好治理 良好治理